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們先看看最新一期的CCL 報143.78點 按週微跌0.15% 連跌了五週 今天我們除了繼續有私生 也很高興邀請到駱華城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何佳義先生 來和我們一起談談 兩位你們好 大家好 剛剛提到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今期最新的指數是報143.78點 連跌了五週 比上週微跌了0.15% 自從港庫撤納之後 CCL連升了三週 之後就有些後繼無力反覆向下 其實還接近今年的最低位 施生你覺得撤納之後的理好因素 其實是否已經完全被抵消 未來樓市會不會繼續向下沉底 聽起來連跌五週好像很長 但是五個禮拜在樓市來說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香港或者世界上 是中原才能夠做到每個禮拜出一次樓市指數 差響物業股價處現在在我們的壓力下 它都加快了以前一季度一次 現在是一個月一次 如果你看它前兩天剛剛公佈的樓價指數 3月份升 4月份又升 5月份未出來 當然5月份出來 我相信跌的機會都會大 但大可能都是跌一兩個百分比 一兩個百分比 很難說這個已經形成一種趨勢 所以其實我們在一個星期統計一次的情況下 五個星期好像很長 其實市場上計算不算很長 我認為顯示反彈的力度減少 但未必代表未來的趨勢一定一步步跌下去 始終撤勒之後 除了用家可以買 投資者都可以買 是多了一點力量 入了市場 另外就是 我們看到其實香港的租金仍是上升的 租金上升 即是說香港不是沒有人住 也不是那些人付不起錢 而是對後市 有些人仍是有些顧慮 如果你下半年有些因素 我看都會出現的 一個就是美國雖然壓後了減息時間 但是都還有機會減息 另外就是中國經濟開始恢復動力 香港三、四月份的出口也有所增加 中國有出口 香港就有轉口 也都有物流 有貿易也都會有外匯套 要買保險 要專業服務 所以我看下半年的經濟 是有機會好一點 我看樓市出現好彈增持的機會 多於轉勢就急轉直下的機會很低 我們再說一下 由政府提出的信資通已經啟用了 以後市民每年都可以向信貸資訊服務的機構 免費拿一次報告 其實這份信貸報告的內容有甚麼呢 有甚麼人或機構會查閱我們的信貸報告呢 如果說我想去做這個案件賣樓 那怎樣才可以拿到一個良好的信貸評分 我們叫CDS 我想大家都在金管局會看到 這份信貸報告的內容包括所有的貸款 所有的或是叫做個人貸款 消費貸款都有的 信用卡、私人貸款、ODLINE都有 報告裏面有所有香港市民的 包括他們的名字、地址等等的資訊 亦都包括了部分的 我們和錢引有關的法庭的命令 或者是那些Case 他們都會出來的 這份報告很重要 因為所有的香港的銀行 另外有部分的Moneylander 他們都會用這些報告作審批貸款 如果你的報告的評分不好 或者還款不好的話 我也挺肯定的 其實你拿不到Mortgage loan Mortgage那裡一定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在這方面 我想很多市民都看到 想買樓之前 看看銀行會批貸款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先拿份報告 看看 例如看看評分 如果評分太差的話 其實有一段時間要改進自己的 還款能力等等 否則你在Mortgage上應該批不到 如何改善這個評分呢 其實最主要有幾件事 大家都想像到 比如說信用卡還款 還得準時 不要在短期之內 可能申請很多的貸款 當然有些情況下 有些行家都會問 因為以前拿了禮物 拿了十幾張卡 我cancel它 又不會太好 又不會太短時間 cancel了信用卡 如果你譬如說信用卡 本身保存得很久 還款也好 我寧願你保存 通常影響 我們稱為評分 通常就是你突然拿了信用卡之後 申請完之後 明天或下個月就取消 亦都會影響評分 最後就是說 究竟會不會拿到很大筆的貸款 突然間拿了很大量的貸款 亦都會影響評分 所以在選擇 無論在信用卡也好 或者消費貸款後面 在前面的申請時都要謹慎一點 當然最重要是還款 因為還款好 其實評分會好 亦都往後申請一個mortgage 容易很多 那些信用紀錄是否以負面的紀錄為主 正面都有 香港是正面資料庫 所以每個月的還款紀錄 就算你還得好 它都會顯示出來 都要你借錢你才還的 譬如我沒有借錢 什麼記錄都沒有 那信用卡都有 譬如每個月你花多少錢 還多少錢呢 它的紀錄都存在 那些都是有分的 沒錯有的 另外大家就算不借錢也好 可能都是借錢 不過有些人買車 甚至買船 車船機 那些紀錄我們都有 所以覆蓋範圍都頗寬的 這些會不會有人覺得是別人的私隱 先跟大家說一說法律上 所有數據存在我們身上都是香港市民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角色就是代傳 代表拿了數據之後做某些工作 幫它把數據整理好 然後省下一個評分 幫到香港市民在銀行拿貸款也好 或者拿回金融服務也好是比較容易的 都說一句了 這個路新常談的說 如果你的評分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銀行可以給你一些很低的利息 但是當然評分差就變差了 這個我想是 如果我們希望幫到大部分香港市民 如果是你還款好的話 其實你會跟爭取銀行拿到最大的利益 我們香港市民的還款普遍都很好 其實佔了差不多九成的香港市民 本身的還款很優質 這個也是我看到全世界 但是我也夠膽說不是排第一提議的了 例如還款能力或者還款的一個意欲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在香港看到很多銀行都願意用低息 當然有低息環境 仍然都用低息希望吸入一班香港市民去借錢 現在我們去查自己的記錄 應該是沒問題的 人家查我們的記錄行不行的呢 香港法例上只是容許銀行財務公司 或指定金融機構去查而已 現在最近多了可能是按揭保險公司 沒有其他的了 其他公司是… 他們查不用問我們 他們要的,都要你concent的 我們的法律都很嚴重 沒有concent之下基本上不可以查 即是同意書、同意書 你跟他借錢你怎樣都要給他concent 不然他不借給你 是,對的 因為由善銀行本身是一個mandatory 所以沒有concent的話銀行基本上都不會再借錢 其實我們看到最近內地客都成為了樓市的主力軍 其實大有傳一些大型銀行叫停了內地客的按揭 其實會不會沖淡了設立後的利好因素來做 我先說我們在我們這邊專業的部分 我們看到有些銀行不是太了解國內的我們同胞的背景資料 為了這樣其實我們從去年開始 我們已經通過了我們國家網信辦 我們香港Ordio或香港金管局 再加上內地金管局 我們都做了一系列工作 希望幫到銀行 確實如果我站在銀行的風險角度 如果我對國內同胞不瞭解 我真的沒有辦法給到貸款給你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都提供了少許服務 第一個就是我們可以給到一個國內人民銀行 個人徵訊報告 就給香港的銀行使用 當然是在有授權的底下 起碼你會見到這個人來香港申請 磨洞的時候 原來你國內都不是太差的 如果這間公司過來香港開戶或申請貸款 我們現時已經可以通過了 通過了由香港金管局和人民銀行 和深圳網信辦有個通道 我們簡稱深港通道 亦都在授權下 其實可以拿到國內所有的公司的背景資料 公司的成份 持股人 有沒有一些負面資料 包括法院有沒有告過他等等 現在今時今日已經可以通過一個很正規的程度 特別到銀行 我們跟很多銀行都在討論這件事 同時都希望銀行用正面的態度 看回我們國內居民來香港 做投資也好 做貸款也好 或者做買樓也好 希望幫到他們在背景資料調查中 能夠做得順一點 我估計銀行不是不想做一筆生意的 但基於有些風險的政策 有時會停一停 當然如果有這些資料補充的話 我覺得都會正面看這件事 我覺得你剛才說的 有些說法是有問題的 你就說銀行叫停了內地人的按揭借貸 銀行是不會因為你是甚麼人來決定你借不借的 如果因為黃皮膚、黑皮膚、白皮膚 這個借這個不借 因為種族歧視 你不可以因為人家是內地人 就不借錢給人 應該說 有些內地人 他不是沒有收入 他也有收入 他也證明到給他有份工 每月有多少錢出兩、銀行有多少存款 有問題是他那些是人民幣 來香港要買樓要港幣 如果遇到一個內地人 整個手拿著很多美國國庫債券 或者買了一些機管局的債券 定期有色派的 他收入有保障 銀行怎會借錢給他 多多都歡迎 所以現在說內地人借不到錢 很多時候是因為他證明不到他有港元的收入 只是證明到他有人民幣的收入 如果中國政府大方癲 香港政府都給他買樓 香港政府都給他賣樓 你不就給他唱一些離岸人民幣 來香港換樓 所以銀行很多時候是擔心他沒有港元 這個問題解決了 所以我相信對樓市又支持大很多 今天很多謝兩位的分享 相信經過今集的節目之後 大家對信貸評級和按揭方面的資訊 都有一定的認識加深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 我們現在可以講這個文字 是的 我們請坐一陣子 我們請坐一陣子 在的祝福 然後來看看 我們請坐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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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一陣子 坐一陣子 我們請坐一陣子